彈牌 黑燈沙火了 近早餐餐廳門口的大爺 發給了我一個雞蛋 一度以为自己回到了物资困乏的年代 墨量就可能需要达六七十万 为什么叫墨团中原去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被安全线压过去的 他的嘴巴 他的鼻子 还有他的眼睛 你就可以看得清清楚的 还有另一个地方 哪里 来 跑跑 这里 再翻过来 这样竖过来 主席再上 接着他全都听得懂 没明白 他挺常识的 对 弊弯的正硬 坐上大理的电瓶车 然后我们到这个位置 咱们回头看看能看到那个河河的一个小的河河 然后我们到这个位置 咱们回头看看能看到那个河河的一个小的河河 这样的现象呢 因为咱们大理国这边呢 非常盛行佛教 就当时的 大家所熟悉的段玉 他的真理是叫段正严 然后他也是信佛教的 然后就在这边教了一个佛堂 我们是鱼 大家在小鸿山上刷到的 那个河河河河河的那个小皮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 碑布置文化遗憾 当时的大理古城就是南道国的那个秘城 他存在大理古城在泰河城 然后他从泰河城先入于大理古城的时候呢 在建皇城设计时 奉陀斯认为这位置秘宣 这位置秘宣是高台金宝的瑞寿 因为他有水无大 所以大家可以洗洗手 但是我们现在买口水就在那里 然后我们来 老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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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生的天空呢 就跟那个发型的起家共产 我们现在到总发工之间 这些渣染的服饰工艺品还挺精美的 这些渣染的服饰工艺品还挺精美的 它就是我们俩的食店 我们进行南下的颜色更细一点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这些库屋是丧屋的 像台阶的王子大家帮你们学一下 就像他们下手发一样的 是空气有点厚很难的 黄藏色的地方咱们是把它扎起来到惠州 黄藏色的地方是把它撒纳 这个就是我们室里的区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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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